我们还在罗马不列颠馆 继续讲罗马人带给不列颠人的东西 这儿出现个好玩的东西 木制的其实已经断成三段了 看见没有 是什么 很多人猜了 船桨 大家注意看 船桨没有这么短的 你这滑水那里是竹木舟 那过不了海 英姬的海峡风浪那么大 那是干什么用呢 来注意看这周围被泥弄住了 经过考古学家的修复和论证 其实这木头铜边 全都是镶的有铁边的 这是什么呢 铁锹的圆形 那因为整个铁锹做起来 可能是成本比较高 用这种木头镶上铁片 同样能达到铁锹的使用方式 但是成本就降低了很多 其实罗马人还是比较 愿意使用这种经济实惠的工具的 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 这不是炒糖炒栗子哟 热度 altar的时候 味道不是炒低识 可能是市场成本 那个蛋еж